近年来很多国家因为低人口增长率而出台了一些政策来鼓励公民生育 但有个国家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却仍然在控制人口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 原本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2.5% 但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这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 还在201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 到2011年 这国家只有1.22%的人口增长率 面对这个情况乌兹别克斯坦 不仅没有取消计划生育 而且还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我们注意来分析 首先是经济问题 上个世纪的苏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强国 中国有句古话 盛极必衰 苏联也没逃过这命运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自身的矛盾重重 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而苏联之前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 虽然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之前一直依赖苏联的经济体制 所以面临解体之后 经济问题无法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解决 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向同样从苏联解体出来的俄罗斯学习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合一套经济体制 盲目跟从就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陷入了困境 还一度面临停滞的状态 而且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迁出 造成国内劳动力下降 人财流失严重 经济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以至于后来乌兹别克斯坦重新制定了移民政策 设置较高的门槛来防止人财流失 要知道 没有经济 国民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难以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条件 所以乌兹别克斯坦就开始控制人口 实行计划生育 或者给女性进行绝育手术 至少不要让那些孩子生下来没饭吃 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计划生育制度虽然明面上是对全国人们提出的 但乌兹别克斯坦从苏联解体之后 还是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 种族之间的待遇依然存在很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计划生育的制度 一般都是用在了少数民族 或者一些弱势群体身上 在进行计划生育的同时 还打压了少数民族群体 说到这儿呢 就能很好地理解第二点原因 种族问题了 现在十分流行跨国婚姻 而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出口新娘的大国 越来越多的乌兹别克女性 选择外国男性作为伴侣 但这些女性大多是都是少数民族 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的女性在国内的待遇差 处境难 才有这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 远嫁他国 他们希望通过跨国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国内大量的女性群体流失 也是造成乌兹别克斯坦国家 人口增长率低的重要原因 不过由于乌兹别克斯坦优越的地理条件 现在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 但是计划生育制度还在继续 对很多少数民族女性来说极度不公平 所以出口新娘才会越来越多 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乌兹别克斯坦还是要做到对国民一视同仁 每个民族都应该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